那么我们下面这个程序的演示内容 是对二次回归和线线回归的你和效果 进行对比 我们先预行下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的目的呢 就是说这个生成这样的图形 然后呢这个蓝色的直线呢 是一次回归 就是线线回归 那么这个红色的曲线 就是那二次回归 我们要生成这样的图形 然后呢并且呢一些比较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程序 首先打印这个上面的故事文档 然后呢导入这个numpy模块 导入这个pyflux模块 用于生成图形 导入这个线线回归模块 导入这个polynomial features 就是生成多项式特征的模块 导入呢个体的属性模块 然后呢下面设置自体为这个送体 用于这个坐标轴的这个显示 然后呢下面这个函数呢 就是呢这个生成 这个画这个图形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函数 这个首先定义一个figure 然后呢设置题目 题目为PISA的价格和直径 x label就是横轴的标签 y label是总轴的标签 这个axis是指的是呢 横轴和总轴的范围 都是0到25之间 0到25之间 0到25之间 divide2 表示呢要画出这个网格 就是这个网格线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定呢 若干个给定两组 这个一组是这个训练 训练级上的 x tree和wtion 另外一组呢 是这个 在测试级上 x test和wtest 那么总共有呢 这个训练级的有五个样本 测试级的有四个样本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运行 叫这个函数 这个画出这个图形 然后呢 plt这个scatter 就是呢 画出这些散点 画出这些散点呢 就是在训练级上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训练级上的这个散点 总共有五个点 把这五个点呢 把这绘制出来 然后这个每个点的size呢 这个s是size 是40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画这个 这条线性回归的直线了 就是蓝色的直线 我们呢 这个采用这个np.linspace 然后呢 括号0 26 100 什么含义呢 就是在0到26之间 等间隔的生成100个数 作为呢 这个xx的这个 作为横轴 然后呢 我们生成 这个创建一个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训练级 进行这个 把训练级啊 送进去 进行拟合 引合以后呢 就是会生成 这个model 就是线性回归的模型 然后那么呢 我们预测什么呢 我们预测啊 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 这个100个点 100个点什么呢 这xx 就是100个点的横坐标 横坐标 然后呢 这个得到yy 因为啊 这个yy呢 就是说 就是用这个 这个模型来生成的 所以这100个点呢 都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说下面呢 我们用这个 tlt的plot 来画这个 一些点的连线时候呢 我们都会在这条直线上 这样呢 就把这条直线呢 就画出来了 然后这条直线的label 标签呢 当然就是线性的这个 回归 线性回归 在这里 这是这个label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多向式回归 首先呢 我们要生成 多向式的特征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生成呢 用这个polynomial features 啊 首先创建这么一个 呃 这个features 然后呢 degreder 表示呢 要生成 这个二次多向式 那么创建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x-twin 送进来 啊 送送过来 送过来 送过以后呢 然后呢 调用这个fate transform 就是拟合转换啊 然后呢 进行这个转换 转换以后呢 这个x-twin呢 这个下滑线 啊 cordatic 这个这个 保存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进行转换的 这个多向式特征了啊 转换的多向式特征 然后那么呢 这个特征干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再创建一个 线性的这个回归的model 然后把这个 转换以后的 这个特征 再送进去啊 送进去 作为呢 这个新的这个x-twin 啊 然后呢 y-twin不变了 y-twin不变 不用变化了 然后从心拟合啊 从心拟合 那么拟合以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 这个二次的回归 二次的回归 回归 然后那么下边呢 我们叫什么呢 叫画出这个二次回归的 这个曲线 曲线 那么我们为了采样呢 我们要这个 这个这里生成了 入干个点 我们这里呢 这个选择从0到26之间呢 假设我们选择五个点 等间隔的选五个点 然后呢 我们再就说什么呢 这个 进行这个 绘制这个曲线 绘制曲线 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这种这个 它的这个 transform 这个函数啊 对这个输入的 shape呢 是有要求的 你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个XX 因为它是这个 刚才是生成的五个点 0到26之间的五个点 那么XX在shape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模式 这个五字号 然后呢 那么当然了 在这种模式下呢 那么XX.shape0 而且现在就是五 那么而下面这个呢 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XX.shape 就这个语句 这样转换完以后 它的这个shape是多少呢 就变成五多少号一了 五多少号一了 所以呢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 这块啊 这个要把它转成这种形式 所以用XX.shape 就是说对这个数字 我进行重新的 这个形状重新改变一下 然后那么这样以后呢 这个我们得到这个 就是说 得到了这个新的 这个XX这个特征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它 作为这个 二次多项式的输入 输入 输入呢 送给这个model 然后呢 来预测它的这个 它的结果 它的结果 那么因为 它的预测结果呢 显然就是说呢 是在这个就是走作标 走作标 那么这XX呢 就是存储的 这五个数的 这个横作标 因为这它的走作标呢 就是用这个model 来这个预测的 所以说呢 它就在这条 这个二次曲线上 二次曲线上 然后呢 我们用R杠 R杠呢 R表示红色 杠表示呢 实线 来绘制这条 这个二次曲线 然后显示出来 能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但这里边呢 我们这里选择五 是五个点 五个点的话呢 这个曲线呢 看起来可能太圆滑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量增加 比如说改成100 然后再运行一下 那么此时啊 我们看到这条二次曲线呢 就变得圆滑多了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个 当然刚才这个二次曲线呢 这个Legend呢 这个图例啊 我们就放在这个 这个左上角 然后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是说呢 这个刚才啊 对这个直线啊 回归的曲线的位置 我们都画出来了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呢 在测试级上 二者的性能的比较 我们首先呢 就测试级啊 这个进行这个什么呢 进行转换啊 转换 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 X-test 叫Dratic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在测试级上的 这个 一次回归 就是线性回归 它的分数是怎么样的 打印出来 然后呢 以及在测试级上呢 这个二次回归 就Codratic 这个分数怎么样 然后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线性回归啊 它的这个R方值呢 是0.809 那么二次回归呢 是0.867 那显然呢 这个二次回归啊 比这个一次回归呢 比线性回归啊 它的这个R方值高一些 那么它性能要更好一些 好 那么以上呢 我们演示的程序呢 就是说 是二次回归 和线性回归的 你和效果的比较 的实力